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5月18日 洛杉矶FC主场萨无赦 美国职业大联盟联赛周四上午继续迎来角逐 届时洛杉矶FC将会主赢肯萨斯体育会 两队目前积分差距达到双位数 加上洛杉矶FC新技主场斩获全胜 洛杉矶FC是一主场必胜无余 洛杉矶FC今继联赛十轮过后已经录得21分 球队比多赛二轮的西岸领头羊西雅图海湾则仅少2分 换言之 洛杉矶FC不但是目前西岸军场积分最高的队伍 还是西岸唯一一支军场积分超过2分的队伍 其整体表现之出色可见一斑 进攻端发挥出色 是球队取得优异成绩的原因 纵观联盟29队 只有2队军场入球数达到2球 而洛杉矶FC就是其中之一 换个角度 洛杉矶FC军场入球数全联盟并列最多 值得一提的是 洛杉矶FC目前阵中多达4人联赛入球数在2球或以上 其中丹尼斯保安家是佼佼者 此子目前攻入9球主6克3 除了领跑神射首榜之外 此子进三轮联赛军入的入球 考虑到洛杉矶FC经济投四轮主场联赛全数赢波 其中得失球比位12比3 且丹尼斯保安家又擅长主场作战 洛杉矶FC是亿有力延续主场胜计 阵容方面 后卫左基奥杰连尼和J.美里路等人应商免疫 肯萨斯体育会经济整体表现远逊洛杉矶FC 前者12轮过后只有9分进账 军场积分不过位0.75分 全联盟最少 同时肯萨斯体育会近期战绩飞胜即富 且以梅花间逐班呈现 因此这对上仗赢波的他们而言 如果进账继续这一定率 肯萨斯体育会输波可能性进一步加大 更为糟糕的是肯萨斯体育会进攻端表现堪称灾难 他们目前军场入球不过位0.67个 和纽约红牛并列成为全联盟军场入球数最少的球队 其中全队合共8个联赛入球 甚至不如丹尼斯保安加一人的联赛入球9球 有见 即此肯萨斯体育会此行必败无疑 阵容方面 后卫K福特和前锋威廉艾加达等人应商缺席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